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度来讲的话还是要把握的比较好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度来讲的话 中文字幕提供 那么最后也是把画面中的这个区的部分 比如说无关中远处的部分 你也要有一个处理 不能说是没有 真原线呢 你也要再做一个调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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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张农民的石膏肖像 就完成了 回到这个画面的整体 我们讲解一下 今天的这个课程 我们从石膏的这个农民肖像的切面开始入手 分析了一下农民的石膏 也就是这个南中年的石膏的这样的一个肖像的从切面到骨骼肌肉到肖像这样的画法的一个关系 那么我们一定要记住的就是画头像无论是画肖像还是画这个这个石膏都是要注意理解着画画的是它的转面关系 面的朝向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头顶你可以看到这个朝向就是对着这个面 这个面对着这个面 这个颜色对位 是吧 这个颜色对位 实际上就是我们所有呈现的颜色是空间中不同的透视的面进行复杂的组合产生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肖像来讲的话不是简简的描绘边缘线 也不是简简单单的描绘一个这个不同的质感 而是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造型 造型是什么 空间中不同透视的面的形体组合 不同的这个光的朝向的面 不同的离光源的远近的一种组合 那我们看到比如说我们这个面一二三这三个面 这三个面在空间中呢实际上这个朝向相似 朝向相似 那么我们的颜色比如说我这儿 这儿的颜色最亮 比如这儿颜色一二三这三个颜色 那么这个颜色一二三 稍暗这儿最暗 实际上是因为光是在什么呀 离我最近的这个点照射的 也就是说这个面这个棱是离光比较近 这个棱离光比较近 那么在这块我的处理也是同样的 这是最亮 这是最亮 这个脸的正面这是亮 这是灰 同样的 这是一二三 这是最亮 二三灰 这样一个层次 那么脸的侧面同样道理 同样道理 就是这些交界线 实际上最重的颜色是在下缘 是在下缘 交界线 那么为什么我们看起来 这儿重呢 或者这儿重呢 是因为这儿的对比强 也就是这儿的上面是很亮的 而这下面呢 对比弱了 所以我们感觉到这儿是 相对来说 这个颜色可能不那么重 其实这儿的是 从绝对重色来讲 它是最重的 就是从转变的角度来看 那我们再从这个结构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嗯 画头像 要注意几个古典啊 比如俄杰杰 俄杰杰 俄杰杰 眉弓鼓 眉弓鼓 然后呢 全鼓 全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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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伦扎基 口伦扎基 下合角 下合角 全鼓的外圆 这个眉弓鼓的眼眶的外圆 啊 这都是什么 很重要的骨隔 骨点 那么这个肌肉来讲的话呢 俄肌 眼伦扎基 啊 全肌 口伦扎基 俄肌的话呢 我们看到 在这一块 你可以看到我在中间这儿处理的 稍微有一点点灰 这边亮 这边亮 这块亮就是俄肌啊 这块鼓起来的这块亮就是俄肌 让我有意识的去给它有一定的区分 而这边实际上我可以看到 我在适当的给它提出来一点点的高光 哎 高光 你看我提的这一点点啊 其实就是俄肌的这样的一个走向啊 俄肌的这样走向 我提起来这一点点 就是亮亮亮这样走起来了啊 啊 啊 那么 这个 呃 拳击 这块拳击过来啊 啊 这个 上唇方击 这是有上唇方击 线接 口伦扎基 啊 口伦扎基 线接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 呃 画这个农民的肖像呢 是为我们 这个 下一步啊 画真人的这个 呃 头像呢 做一个铺垫 打一个基础 只有我们 比较清晰的理解了 这个 头像呢 是用不同的体面组合啊 由骨骼肌肉穿插而成 这样的那种概念 有这种意识了的话呢 我们才能很好的去把握住啊 啊 头像的最基本的要素 呃 今天的课程呢 就讲解到这儿 谢谢大家的收看 排口